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全球各位志工家人们 大家好 今年是2021年 第一次讲原始点医学 那今天的课主要内容就是 先把原始点医学整个架构介绍给各位 然后另外如果还有时间 我们进一步来讲解总论 好 那我们请莉莉来帮大家念一下 医 医学 医学包括理论与临床 临床包括诊断与治疗 治疗包括医疗与保健 在临床上原始点医学以示证出 通过观察症状 以按推 热源及其他保健方法 就可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从而达到有病可保命及疗愈疾病 无病可抗老增瘦预防疾病 其中观察症状属诊断 按推属医疗 其余治疗方法则属保健 故从理论而言 医学应通过诊断 以医疗资源增强组织器官运作 以保健资源改善热能不足 如此诊疗才是解决生老病死问题的最好方法 那整个刚刚念下来的就对了 那我们来看那个图表 那我逐字来解释一下 好 这个叫做原始点医学示意图 我们前面讲了这个既然是原始点 所以一开始 这个医学原始点怎么做 我们就来界定医学 造成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医学 如果没有用原始点医 当然医学本来就都是解决疾病症状 那我问很多医师 什么叫医学 我发现他们也不一定答得出来 很完整 所以为了这个医学的概念 我一路就是用丛林开始 然后点点滴滴 一路这样做下来之后 那最后发现 用现在这个示意图 来把它定义 应该是最合理 那医学 我认为不管是中医也好 西医也好 或原始点医学也好 它医学的内容 一定要包括理论跟临床 那至于理论各有说法 譬如西医他们以仪器检查之后 然后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然后他们理论非常繁琐 然后解释很多 那我们就不再说它了 那中医也是一样 几千年来 他们每一代都有增加 那越来越多的理论 要读通非常不容易 包括他们主要的诊疗 还有试诊心法啦 还有包括经络理论 甚至在开药方面 还有经方学派 到后来的温病学派 甚至还有火神派 那派别也蛮多 要真正融会贯通也不容易 那这个都是理论部分 那原始点当然也有它的理论 原始点医学它的理论来自于实证 也就是它是做出来的 做出来之后 然后才慢慢把理论部分加进来 然后这样因为做出来了之后 再把它说出来了 那这样做跟讲就能够一字化 这是跟其他医学最大的不一样 好 那理论部分 我们等一下等总论 再来进一步阐述 那临床部分 临床部分原始点一开始就讲了 原始点在临床上 它一开始就是因为是从患者身上摸索出来 所以它一开始找开关 经过五年前后五年 在人体中找出一条脊椎 脊漆处 然后这个按推 可以立刻解决他处体伤的病症 然后到后来又发展到 知道除了他处体伤 那如果要解决患处体伤的话 还是要再按推患处痛点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归于医疗 所以原始点做出来就是 为了开始也是解决疾病症状 然后发现 光按推是不足以解决所有疾病 所以后来才发现 一定要配合内外热源 那这一部分热源的刚开始实验 也是因为我太太 得了癌症之后 那被西医已经判定 只能活七天的情况下 我是重用人生 生汤 那生汤发现 七天也没有往生 而且体力也慢慢恢复了 所以我那一刻已经几乎确定了 热源的重要性 那这样按推跟热源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这个一个走向保健 一个走向医疗 最开始是这样 那后来原始点的发展 就是在经过黑脚阿嬷之后 黑脚阿嬷那个脚趾头黑掉 按推当然不足以解除它的痛症 那状也不足以改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开始发展 温敷 甚至后来用姜本直接涂到 那个脚背上 脚趾头上 那这个就是外热源慢慢也发展出来 那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发现 光只有按推 还有外内热源还是不够完整 患者本身如果他什么都不动 然后情绪也不改善 那效果收效就有限了 尤其到重病的时候 他出现了险象或命危的时候 那你不配合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及良好心态 那是不足以解决他这个问题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慢慢发展出保健的方法来 那保健方法 他最后我们在图表里面也看到了 就是外面热源 然后还有适当运动 聪明休息良好心态 他最主要是要改善我们的热能不足 因为热能它是一个推动力 没有热能 我们组织器官是不足以运作的 你看一个死人 他所有的组织器官都还在 那为什么他没有生命迹象 因为他后面没有一个推动力 这个就像我常常比喻的 我们很多设备 比如如果电灯 电热器 摄像机 电脑 如果他没有电力 那这一切都不能运作 那这个热能就有一点像电力一样 一定要他来推动 那这一部分就是要用保健的手段 那医疗的手段你解症 一定要靠按推 那按推最主要就是一条脊椎七处 来解决他处 解决不了的 那我们就知道他患处一定还有问题 再来找患处的压痛点 那患处痛点按推的 他处跟患处体伤都足以解决 这就是你们现在看到图表的整个架构 从临床上医疗还有保健 这两个方向 那红色的线是保健 蓝色的线是医疗 那这个都两者 上来医疗直接解除体伤 那热能不足会改善体伤 进一步再来解决疾病症状 从这个图表应该也可以看得出来 好 那体伤解决了 我们再看那个上去的 因为这个原始点它分阴炎果 那个阴体伤上去 它保健 红线是自我疗疑 因为身体本来就有致抑力 这也是原始点跟西医最大的不一样 西医比较强调的 西医比较强调的是 从外来的力量 来解决我们的疾病症状 那原始点反而不是 原始点是就是给它善严 也就是我们说的医疗 支援还有保健 也就是按推跟外内热源 简单称啊 来改善我们热能不足 还有体伤组织器官运作 那这样就可以达到身体的致抑力 人体本来就有自我修复的能力 这也是原始点跟西医很大的不一样 那按推方面 它也是可以解决疾病症状 那我们再来看果的部分 这个医学示意图 如果拉下来一点点就可以看得到 它有两个盐签 那两个盐签一个是疾病 一个是衰老 那很显然 原始点一路这样做下来就已经确定了 这个医学透过医疗跟保健的手段 它不只可以解决疾病症状 甚至还可以解决衰老的部分 因为我们一生下来就注定 有老病死 那原始点 它最重要的透过医疗保健支援 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疾病症状不在话下 因为从他处体伤跟患处体伤 解决了之后 那这个疾病症状就可以解决 那衰老的部分 其实它的因也是因为 体伤跟热能不足所致 所以等于 如果我们也把 体伤跟热能不足改善 同样衰老的部分也可以解决 也就是包括异常形态啊 异常指数都可以改善 那加上一些保健手段 我们刚刚读的 如果有病可保命及疗医疾病 无病还可以抗老增受 抗老就是延缓衰老 增加寿命还可以预防疾病 那延长寿命很简单嘛 增加寿命了就是面对死嘛 不要死得太快 所以生老病死 我们都可以照顾到 所以延始点医学一路这样发展下来 最后能解决的不止疾病 也就是生老病死 包括老病死 虽然远始点医学不能做到 让人家不病 不老 不死 但我相信没有一个医学 也能够达到这样 因为人生 这个人间本来就不是完美 它不可能永远不变 所以一定会老 一定会病 一定会死 只是老的时候 我们让它延缓衰老 病的时候 我们让它身体发挥致抑力 尽数来修复 然后还没有病的时候 因为平常保健的手段充分应用 那也可以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 所以 延始点医学 真正落实到生活方面 它就可以解决我们老病死的问题 我想这样来看 整个的医学就很清楚 医学 我们再看这一个图表 原来医学 不管是理论或临床 理论各自说法 这个就不需要再说了 等后面我们再来谈 那临床的部分 原始点也证实 临床一定要有什么 治疗跟诊断 那诊断的部分也是 各家各行都不一样 比如 西医的诊断是以仪器为主 仪器的检测为主 那中医呢 中医在要分外治法或内治法 如果外治法 他们是以 现在这个图表来看 他们是以 我们是按推 中医是针刺穴位 那针刺穴位的理论 还有诊断预计 是经由经络理论而来的 这个在皇帝内经就 阐述的很多 这部分就牵扯到外治法的诊断 那中医的内治法的诊断呢 内治法当然用药 我刚刚讲的 各门各派各有主张 但不外 最重要的中医 就是要透过四诊心法 也就是望闻问切 然后透过望闻问切 再把这些症状归类之后 然后再辨证施质 辨证当然最常用的 有辨证八肝 所谓阴阳 虚实 表里 寒热 那透过这些手段 来达到他要的治病目的 但很明显的 这个内治法是比较走向保健 那在中医他们没有分医疗或保健 事实上实质上已经有 医疗与保健的实质在里面了 只是那个保健的名称 还没有分类到这么细 那原始点是一路做下来 就很清楚看得出来 那中医的一针二灸三用药 针就是属医疗 那灸就是外热源 那药当然就是内热源 那至于中医也有很多运动 比如说早期的什么武勤 武勤系的武勤的运动 就是模仿动物的一些运动方法 或是各家各派的 都有一些养生的概念 在黄帝内经也讲得蛮多 那这个就是我们把它归为 其他保健方法 那原始点最主要的就是 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 良好心态 它归类到这样 好那中医的诊断 外治法跟内治法都有 那原始点 我们之前也谈过 原始点的诊疗方法 最主要是透过 变疾病轻重集体伤位置 然后来达到决定 治治疗 也就是按推与热源的治疗原则 所以原始点 透过了这些方法之后 就可以达到诊断与治疗 那治疗的部分 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 医疗与保健 那西医当然他们透过的 不外就是西药 然后甚至外治法还有手术 那如果没有侵入性的 甚至还有一些复健手法 包括牵引 那还有一些手术 那这个我们就不再探讨 那所有的医学 你如果认真来看 整个图表已经都 可以把所有的医学 都涵盖在里面 虽然它称为原始点 医学示意图 事实上也足以解释 认识医学 用这个图表来看 就看得很清楚了 也足以解释中医 也可以看出西医 譬如西医它的治疗方法 他们是没有保健的手段 他们所有方法 不管用药或外治法 都是直接处理 那个就是从国解释 直接从症状或检查出来的 异常形态 异常指数 甚至组织受损 直接从这里这一方面下手 所以这里 治疗方法 就可以看出西医是 比较走向单医的 就是医疗方面 那原始点跟中医比较相似 它既有医疗又有保健 那原始点是更精致的 就是把真正的 在生活上能应用的 这些方法都把它归零 那只要有注重这几项 很多疾病症状都可以解决 包括我们说的衰老 甚至还可以延长寿命 甚至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 好 那这个就是整个 医学的架构 那我们有了这样的概念 我们就直接进入到 我们今天的主题 也就是要谈原始点医学的总论 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单元 十二 总论 一 原始点医学概要 原始点医学是放空之间 从零开始点点滴滴 在患者身上摸索出来的 研发之初 先是重用内热源 之后通过按推 归纳出一条脊椎 与七手原始点 其后又发现外热源的重要性 在此基础上 创立以因缘果的理论 来阐述老病由来 与诊疗原则 并在临床不断验证 突破 确立了外内热源 主要是以姜汤 姜粉 姜粉泥用于体伤位置 也确立了 患出体伤 必须按推 患出痛点 从而总结出 通过观察症状 善用按推 热源 及其他保健方法 就可改善体伤 及热能不足 达到保命 及疗愈疾病的目的 由于原始点 是以按推 与热源做出来的 其理论及诊断 就是在此实证基础上 总结升华而成的 所以才能建立起一个 说到做到的崭新医学体系 好 这是总论的第一段 事实上我们刚刚在介绍 原始点医学示意图 已经也是把这些 都稍微有提到 那这里讲的更细 大家都知道 不管中医也好 西医也好 你如果要去理解这些医学 你必须要读很多的书 那原始点恰恰相反 它是做出来的 它是在我遇到疾病 没办法解决的时候 发现中医有问题 那我太太得了癌症 给西医 西医也有问题 也不能解决他的身上的问题 甚至生命很快就结束 所以我觉得 原始点注定一开始就是 会跟中医西医走向不一样的路 如果他们是完善 也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那原始点就不会诞生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太太已经被宣判实行了 那这时候我认为 我以前所学的 这些全部用不上 那最后 死马当国马医的时候 我刚刚已经讲 先重用人身 然后生命稳定之后 我开始 因为他全身痛 甚至还贴麻飞 有时候连麻飞都不能解决他的 这些身体的不适感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几乎就是 请四个看护 日夜帮他按推 那这样 他就能够慢慢缓解一些症状 甚至到最后连麻飞都不用 也身体也 已经就没有这些症状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才知道 这个开关的重要性 然后通过在他身上 几乎我们现在原始点的 一条脊椎脊七处 有百分之七十的开关 就是在那时候找出来的 那后来再经过几年 才把其他的开关 进一步找出来 这样前后也经历了五年 那找出来之后 就如同我刚刚说的 那时候到创意基金会的时候 前期就是遇到黑脚阿嬷 那黑脚阿嬷光按推还有内热源 是不足以解症 这时候更发现外热源的重要性 那外热源进一步完善之后 我们看下一段 这个页数让大家看得到下面的论述 下一页 对 这里是研发之初 先是重用内热源 内热源讲的就是我刚刚讲的 重用人身 那之后 在他身上一点一滴的按 然后再找出痛点 因为早期就是他 鼠息口肿痛 有一次啊 那我在屁股按 发现只要轻轻摸他就受不了 然后在那里按了两三天之后 竟然痛止了肿也消了 这时候才发现开关的重要 所以在这样慢慢一路五年 慢慢完成 那最后黑脚阿嬷就是外热源 所以这里指的是有所本 就是把我早期的研发 用文字来把它表达出来 那发现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 我们再看下页 他的理论 理论部分 为什么要用阴檐果 我认为阴檐果 是一个很 大家可以容易理解的 而且很容易来推断的 因为东方人都有这些思维 比如说 姬善之家必有一庆 基不善之家必有一庆 因为你种善因 将来一定会有善果 同样你种下恶因 将来也会有恶报 一样的 有时候当然不是立刻显现 不是说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如果不报那是时候未到 所以还要有一个言 所以用这样来理解 那很多道理都可以说得通 它不只可以把做人的一些道理讲清楚 同样医学的道理也可以阐述得很清晰 所以原始点就在这个基础上 慢慢来建立 那还有一股 让我把这些理论体系完善的动力是来自于 很多人早期就是我在做的时候 光按推啊热源叫他们运动 他们常常就问 那这么简单 真的能解决疾病吗 这么简单 那为什么西医跟中医理论要那么繁复呢 那你的按推跟中医的经过理论 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很多只以排山倒海而来 我感觉上如果原始点 还要继续往前走 如果不把理论体系建立起来 把原始点为什么能治好的道理说清楚 以后很难推广 所以那时候就下定决心 从就是2009年那时候更积极在投入 其实2006年以后就开始写了 但是发现更大的动力 真正在努力在夜以继日在写 应该是